大家的猪蹄怎是一个烂能概括呀 您瞧瞧 用筷子轻轻一扎 用手轻轻一丝 肉就轻易地从骨头上退下来了 这猪蹄甭提多软多嫩多烂活了 上到八十岁的老人 小到几岁的孩童 那都能轻易啃动这猪蹄 此时您可能会说了 断猪蹄谁家不会呀 要断得如此软烂 无非就是多断活呗 可是跟你说呀 他家猪蹄之所以软烂 那可不是酒炖出来的 您家猪蹄炖的时间肯定不短吧 我们家这猪蹄炖的时间还真不长 但不长这猪蹄怎么能软烂呢 我们家这猪蹄是有味觉的 更主要的是 他家的猪蹄不光软烂 味道更是一顶一的绝 您家为什么不多做一点 给男老百姓多共鸣一点呢 做不了那么多 每次就只能做这么多 那到底是什么独特的做法 让他家的猪蹄非得限时限量销售呢 您想把这排着队都不一定买到的猪蹄 端上咱自家的餐桌吗 猪蹄要想软烂 不腻 绝对有蜜蹄 我想今天让您手把手的您做一锅 我做一锅 咱们俩同时操作 没问题 没问题 一般绝对不给我们保留 不保留 话不多说 咱这就开始吧 这么好吃脱骨又入味的猪蹄 第一步干嘛 第一步先焯水 第一步先把猪蹄焯水 对 那您分五个猪蹄 咱先来焯水 好吧 首先我们把猪蹄焯水 而且猪蹄下锅 用搁什么佐料吗 不用搁这么佐料 就是放一点料酒 去它的兴生就可以 放上少量的料酒去兴 开锅后 我们撇去写沫 这就可以把猪蹄捞出来了 带上一锅干嘛了 就调制这个酱汤 我觉得猪蹄要想做的香 酱汤的料很关键 对 老子号的大师傅 独家为您揭秘 他家炖猪蹄的秘方 首先再先来说说炖料 那您这料都有什么 您给我介绍这张 基本上就是跟家里用料差不多 有桂皮 桂椒 花椒 大料 白蔻 白蔻 香叶 香叶 这个呢 这是肉果 肉果 这个呢 这是草果 草果 凉姜 凉姜 您这还适当地放一点辣椒是吗 对 我们这个跟别的不同 就是加一点辣椒 那这口感会不会稍微有点辣 基本上吃不出什么辣味 那放辣椒这个猪蹄会更好吃吗 对呀 它就更去它那个心会儿了 我觉得您这料跟咱们自家没什么区别 这炖出来猪蹄 我觉得还差点味道了 我觉得您还有没法没跟我们说 是吗 还没说完呢 别着急啊 你看我们醉汤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糖色 自己熬的糖色 提前熬制糖色 对 这个就是用冰糖炒的吗 对对 您这放完糖色 怎么还要换回冰糖呢 那个糖色只是给它上色 然后这个是提鲜的 您还有什么东西 还要放一点酱 您什么酱 甜面酱酱猪蹄是吗 酱猪蹄还是放一点酱好 放黄酱呢 有苦涩味 放甜面酱就没有这个味道 你那个黄酱味道就好 不妨再夹也试试 水加好后 我们放入料酒 老抽 炒好的糖色 姜片 葱段 冰糖 适量的甜面酱 然后放入咱们刚才说的所有香料 祝祝我要提醒你啊 把这些料放进去以后 要把它们烧开 把肉料的味都煮出来 要不然咱们把猪蹄放进去 料味还没出来呢 难怪您家猪蹄这么入味呢 一定要把料提前把那味煮出来 才能下猪蹄 对 调料全部下过后 我们一定要稍稍煮一会儿 把味道充分煮出来之后再放猪蹄 此时您肯定会问了 既然大师傅说猪蹄炖煮的时间不长 可是依旧能软了 咱们这么煮猪蹄大概煮多两时间就熟了 煮一会儿就可以了 您这也太糊弄事了 我觉得您别把腻发告诉我们 这么煮猪蹄怎么可能煮出软烂 入味又鲜香又不腻 而且能脱骨又入味让骨盒里的猪蹄呢 我们这个是煮一会儿以后就给它盖上盖焖一下 盖上盖焖一宿 对 第二天呢 第二天再煮一两个小时 第二天再煮一两个小时 这样就能做出软烂入味又鲜香又脱骨的猪蹄吗 对 没想到吧 原来它家猪蹄之所以如此的软烂入味 猪蹄下锅再次开锅后 我们要把猪蹄焖上一宿 让它充分的入足底味 然后第二天再继续开锅炖制 这样炖出来的猪蹄不光软烂 而且入味十足 鲜香味美